來到2023年的最後一天 政府在今年推出多項措施刺激經濟 不過貧窮問題就仍然未有改善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兒童權益關注會 在星期日公布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 為政府在過去一年的扶貧表現評分 十項議題中有四項包括貧富懸殊 歧視新移民等等都被評為零分 其中房屋問題是社協兒童大使最關心的議題 有住在鐵皮屋的兒童大使透露 他家的居住環境很惡劣 我家是住在鐵皮屋 有時候鐵皮 夏天因為時日下雨淋到生瘦 有時候會漏雨 夏天有很多蚊 不單止影響到我的睡眠 因為半夜下雨 流雨要半夜起床去抹乾淨水 還有做功課時經常被蚊咬 咬到做做功課也要分心去做其他事情 不要等蚊過來咬 另外有兒童大使就說 新移民受歧視的問題持續嚴重 但政府未有向大眾加強教育 避免新移民受到社會的歧視 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就建議 明年二月的財政預算案 應該撥出針對性的資助 例如貧窮學童的學習津貼等等 幫助弱勢社群 也是 同學 在你稍為 說 Sic